很多的徐子朋友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总是判断不好我们前面前轮的一个位置 特别是在窄楼掉头或者是窄楼转弯的时候 可能我们这个轮胎怎么掉下钩的都不知道 或者是说前面的左前脚或者右前脚 怎么刮身的不知道 那就比较尴尬 那么今天实力就给大家分享 两个非常简单的技巧 让你轻松的去掌握前面车头左右两个轮的一个位置 来我们上车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方法就非常的简单了 你比如说我们以正常坐着坐到这个位置 我们左边前轮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这个左脚摆放的这个位置 往下往前一点点 也就是我们左边车轮的一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对于右边前轮的一个位置也非常的简单 也就是我们副驾驶那个脚摆放的位置 往前一点点也就是我们前轮的位置 或者是说看我们这个A柱那个夹脚往前一点点 也就是我们右边前面轮的一个位置 第二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首先可以找一个没有人的场地来练习 把我们这个前面这个轮停靠到这个马路边的这个位置 你刚开始不会停没有关系 你刚开始可以多停几遍 直到把我们这个前轮停靠到这个马路边为止 或者是说我们在一些停车场停车场一般是不是有那个车位线 我们就可以以那个车位线作为参考点 把我们这个前轮停靠到这个车位线的位置 来我们上车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点位的话你只要学会了 以后你不管是载路转弯还是载路掉头 都可以亲自来判断我们前轮的位置 来大家看一下 队友判断我们左边前轮的位置 来看到没有 我这里用粉笔做了一个记号 这里是不是刚好对出去是对起那个马路边的 我们判断我们左边前轮的一个位置 当这个参考点刚好与这个马路边存活 那么也就是我们左边前轮 刚好接近马路边的一个位置了对不对 对于我们这个右边的话 看到没有那里也有一个分别的标记 当我们以正常桌子标记出去 是不是刚好那个参考点是跟那个马路边存活的对不对 当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 当这个参考点刚好与马路边存活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右边搓轮的一个位置 但是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可能因为每个人的身高坐姿的不同 他们这个参考点它的位置也有可能会有所偏差 你比如可能根据你的身高 刚好这个前轮接近那个马路边的时候 可能那个参考点是在这个位置 也有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一定要结合你的坐姿和身高 去标记出这个参考点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轻松的去掌握我们车头前面 两个轮的一个具体位置了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大家一定要结合你的车型以及坐姿 去实测一下 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参考点 因为每个人的身高坐姿不同 可能这个参考点所对应的这个前轮位置 也会有所偏差 只要大家找到你所有你的参考点之后 那么不管是载楼掉头还是载楼左腕 那么你都可以轻松的掌握 前轮的一个具体位置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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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ous 调随楼楼下